兩間部社都明確表明現階段不適宜修法 而政部更加認為要撤銷出版委員會 以及新聞工作者通知的相關章節以及條文 現代澳門入報就認為 當局在商議息民調中的民調取向 有成立出版委員會以及廣播委員會的意思 質疑當局的修法立場 是不是一如局方一直強調的無立場 傳媒俱樂部就認為修法與否 應該深思熟慮 建議政府應該多聽取前線記者的意見 新聞局局長陳志平回應的時候強調 統約經公眾以及業界討論之後 結論是現階段不具備條件修法 當局就有充分理據向立法者和業界解釋 免除被外界指責有法不義 澳門電視台記者 情結明報導